请收看 维新世界千年一点通 雷山笑过 雷泽贵美 离东八卦 离为佛 火山与火风 冰火水为几山 水梦 风水还 天水雄 天火同人 真宗八卦 真为雷 雷滴雨 雷水险 雷风恩 地风声 水风静 这风打过这雷碎 中门世家没有 就是我们两个是姐妹 然后呢 我是姐姐 对 姐姐是十四届的 然后我是第十七届的 然后我们最初和中门结缘就是我们 因为爸爸妈妈的关系 对 因为父母亲的关系 他们就是在中门服务 然后呢 我们从小就在这个中门长大 对 然后 因为长大就是长大到大学的时候呢 就来就读这个 暑期大专精进班 对 因为大学是精进道 那 因为我是第十七届嘛 那你是第十四届 然后 我跟你有个 虽然都参加大专属的精进班 但是 我们有一个 地点不一样 对 很大的地方就是地点的不同 那 我们就要想知道 你在大安寺 就是属起精进班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趣事 就是 其实我要参加大专班之前就是 会有种 呃 就这种期待 又有点害怕说他 的感觉 因为其实第一届开始 我们是 都有 算有参加嘛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看他们 就是开始办这个大专属性接近班 对 因为小时候 在 我们在大安寺 因为跟着爸妈妈 就是在那边 他们在那边服务了五年 所以我们也在那边住了五年 对 所以第一届是从 爸爸开始带的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很开心有大专班 就是因为会有 哥哥姐姐 大姐姐一起来 然后跟我们一起玩 因为那时候遇到的都是 师兄师姐 就是阿姨阿伯 然后年纪稍长这样子 就是没有说对我们很 没有不好 但是就是会有那种 玩得开心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就很期待 暑假 就是 每年的暑假 哥哥姐姐会来的时候 有各种不同的哥哥姐姐 会来玩 对 跟我们玩 对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对 然后后来 做一款自己要参加的 对 然后后来变到我参加 就变得 走那么快就十四届 然后就进去 然后就觉得 有种回到家的感觉 就是因为 后来就离开大恩寺嘛 跟着爸妈一起回花莲 对 然后 就是会觉得 好久没有回来的感觉 就有种回到家的感觉 很温暖 对 然后元德法师 还有元道法师 就是都对我们很照顾 对 听说你们都叫他元德妈妈跟爸爸 这样子 我们也是 但是我觉得改不过啊 那个称呼 因为以前都叫奶奶 对 对 因为我们从小都是也认识 很多中文的法师跟讲师 然后 因为我们很小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会 像我们 我们就会称呼他们爷爷奶奶 对 所以那 你在大恩寺上课的时候 有没有遇过 特别的事就是 像是上课打瞌睡啊 我是 哦 读书的很累 或是送金送的很累之类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 就是被选上 因为我们是要做早课 然后我要当那个 我是被选上幼围 幼围就是要敲沐浴 然后 因为那个不是说 你是能马上就上场的 就是你要先在旁边 观摩人家怎么做 然后 晚上的时候 就是人家都在休息 我们就要 就是当执事的 都要去练习 你怎么长 然后怎么敲 就是各 各有各的工作这样 所以那时候都要熬夜 熬夜 但是早上不知道 几点就要起床了 早上很早就要起床 做早课 所以那时候就很累 就无时无刻都很想睡 所以上课的时候 就是可能在老师讲话 就是有点 太平稳的时候 就会不小心睡着 睡着的时候 会有没有什么法宝之类的 专门叫起来 通常舞蹈员后面都会有一罐 白花油 是女儿精吗 她都有 然后她就开始 在后面观察谁睡着了 说传给她 传给她 因为那时候是指着 一排一排的座位 那送金这样子很累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收获 虽然说很累 但是应该会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吧 其实因为小时候就是常听嘛 常听她们做早课或做晚课 你就觉得好像就是 就很顺其自然 但是你其实你自己做 自己去练唱的时候才发现说 其实就是还是有难度的 有遇到困难就对了 对还是会 因为她有音调的高低起伏 不一样 对 然后你要去熟悉她的 而且重点是她的前面唱歌 还要唱台语的 然后我台语就没练当你知道 台语就是 对 了解我了解 可是好险后面就是念经文 是可以讲国文的 就是讲国语 对 了解 就是比较 就是有困难 但是有克服过去 对 好 那我还听说就是 在大安市的每一届的学生 就是有些人在那里上课 然后上课 一个月之后 然后呢 哇 这可能变圆洞洞 就是吃这个伙食好像 很好很好 然后我就想说 因为我 我不是在大安市那一届 你是在学院 对 那我就想说 大安市的伙食到底是有多好呢 很好 是怎么样的好 听说还有很多点心 就是很多那个大辽的师兄师姐 他们都会煮就是很彩草 很澎湃这样 而且那个秋拔她还会煮水果茶 她有做水果茶 我们上课还有水果茶可以喝 就是有第一这样子 又甜点这样子 然后下课也有点心 每一节下课都有点心 就几乎都有啊 然后饼干就是 无时无刻都在吃就对了 到处都有饼干 对啊 就是想吃什么 就直接自己去拿 太厉害了吧 对 那你在大专班学习的这段时间 你有学习到什么特别的 就是易经风水 有没有学习到比较多 你觉得你已经长大 然后学习到了这些东西之后 你觉得有用的 或是你有印证 自己印证之类的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学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会比别人来的轻松 就是因为小时候 你就常常听他们上课啊 然后就开始听一些挂的名字 你就其实都记得差不多 所以你在背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说很困难 对 我觉得他们其实 就是没有接触过的学员 会比我们还要辛苦 对 所以我们就 就是其实就是蛮 很快就进入 轻轻松松 很快就进入状况 对 然后因为我算是 那个时候才有认真 就是接触 开始读 易经风水 对 接触易经风水 那时候就是 认真去学习 就算爸妈他们有在上课干嘛 但是其实也没有认真 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那大专生的时候 是真正有在认真上课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 哦 原来是这样子哦 这样子哦 左轻隆又白虎这样一些 还有自己的命挂 对 所以你有了解到你自己的命挂 那你有什么改变吗 就是很好去 就是那个 我们上课会有 老师会帮你解命挂 比如说你就跟 你就写张纸 你可以匿名 然后跟他说 哦 我是几年几月几日生 然后他就可以帮你解释 就开始看 哦 这个人后 怎样怎样怎样 哦 你就知道 你就从这个挂里面知道说 你自己的优点跟缺点 然后你就可以去 改进你的缺点这样子 对 所以你有印证吗 就是像风水跟液晶之类 有没有自己补挂 或是你在风水学上面有 有没有应用这些学到的东西 算之后 可能大学的时候 有租房子 就有用到 对 就是 你就可能 我不知道这一间好 还是这一间好 就可能两个都补挂 沾挂 对 然后但是解挂 其实没有说很厉害 就是 解挂还是邀请法师帮忙解挂 所以你就补一补 然后请法师帮你看哪一个比较好 这样子 对 那 嗯 那 我知道那个 每一年的暑假 我们都会有法会嘛 对 那法会的时候呢 你们是不是会 有很多的工作要忙 法会的时候就是 很忙 因为有很多信众会来 然后 而且你要事前做准备 你要先 就是比如说 这个人是什么组的 这个人是招待组 然后这个是 可能带位啊之类的 因为他要有一个动线 怎么办 教人家怎么办 或是典项 所以就是要各施其职 哦 还会分组对不对 对 那时候没有吗 我们那个时候也有 对我那个时候也有 虽然我是在学院上课嘛 那我们那一件事最特别 就是办在学院 那那个时候就想说 我本来以为会去大人士上课 但是 后来其实没有 但是在学院也是蛮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学院的话就是感觉大家都更密集 每天 虽然每天 一样都是一个月 然后大家都是每天都在在一起 但在学院就是 嗯 更难出去 因为有在山上 对我们在学院是在山上 那我们就没有所谓的放风时间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整天都关在大人士里面 然后除了六日会坐游览车出去 校外教学 然后其他就是都一直在大人士里面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进到7就觉得 天堂 难得的放风时间 我们那个时候甚至没有这个天堂 今天那时候学下去很困难 就是上山 但是可能要很久的时间 对对对对 那 呃 差不多就是你的 读大专班的 最就是有没有重的一个感想 就是 你读完大专班啊 那你觉得 嗯可以怎么样 跟之后 可能会来读大专班的 学弟妹说一些 什么话 或是有什么感想想要告诉他们说 这可能学习到哪些东西 我觉得其实办这个大专班的活动很不容易 嗯 对 因为我们在那边 食衣住行都是免费的 都是大专士 还有各个工程会会长什么的提供的 对 然后还有很多师兄师姐会帮我们忙 对 他会就是帮忙煮饭 或是帮忙我们一些各种事物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 怀着一个很感恩的心去参加这个活动 对一开始其实要回去参加的时候 然后有点 就是有点奶油这样子 为什么呢 对因为很久没有回去啊 然后有点就是感觉就是很久没有熟悉这个环境 会有点怕怕的 对 然后跟次回去之后觉得其实就像自己的家一样 就是圆的法师还有圆的圆档法师 他就给我们很大的温暖 就是他就尽可能学生需要什么 他就是尽可能帮你做到 对 然后而且在那边 我觉得算是初级班的一个密集上课那一个月 就是把初级班的课程浓缩在 进进班一个月里面 所以你就是可以学到很多就是不一样知识 对 然后你也可以认识很多不一样的朋友 就是从各地来的对 结交到很多朋友 对对对对对 也是跟你差不多年纪的 嗯 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啊 对 好 了解了解 所以你会鼓励 你会很鼓励之后的学弟们去参加 对我蛮鼓励 因为你们可以来上课的时候 你可以学习到去了解说 哦那我哪些可能地方可能是比较不好的 或是哪里要改 然后你也可以说 把这个捕挂的功用用在以后 不管是工作还是遇到任何事情 你都可以去捕挂自己解决 然后如果不能解决 你可以再回去请法师帮你 对我觉得这是都是很有用的一个妙法 那我可以就是再问你一下 关于你在读易经风水 就是可能在 有没有应用在生活中过 就是易经或风水都可以 有没有任何应用它们的经验 可以分享一下吗 像我读高中要升大学的时候 对那时候就是 其实还不知道要读哪一间学校 所以就是那我就蛮焦虑的啊 然后就开始不挂 就是不就是几间我可能会 比较想上的学校 然后就后来就补到一间 就是我确定会上 就是我彭武科技大学 对所以我就直接指报那一间大学 所以大学的时候是可以填几间 你们那个时候可以填几个学校 蛮多间的吧那时候 好多间 但是你只填了一间 我就只是填那一间 然后 然后就上 什么倍生都也只准备那一个 都是只准备那一个 我其他都不准备 因为补挂出来就是说 嗯这一间会上这一间 我就觉得不想太花太多时间准备 然后就这间好 这间可以 然后就这间 然后就只准备这一本 背神这样子 哇 然后就继续彭武 就完全印证你的衣机 然后就 然后就请妈帮我解瓜 因为那时候 他们就是会帮我看嘛 然后说 那就你这间一定会上 一定会上 对 然后我就直接 好 就这间吧 然后就 后来就真的上了 对 那你读的顺利吗 对 有没有想 我觉得就是过程中就还 蛮顺利蛮开心的啊 不会说遇到什么很不好的事情 嗯 对 然后 那如果说应用的话就是 可能就是你学 学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帮助你的朋友 像可能我有朋友他也是 想要租房子 他可能不是要说要跟他的 一群朋友一起租一整洞 还是说他自己租自己一间套房 他不知道哪个会比较好 对 所以你就可以帮他 不管 然后再把他看 比如说你的床位要怎么摆 就是你不能靠厕所啊 对 因为有些房子的那个格局很奇怪 床位靠着厕所 对对对很奇怪 然后你就帮他说 你头应该要靠哪里 然后衣柜怎么摆 然后书怎么摆 书桌怎么摆这样子 就是你也有用易经风水帮助到 其他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就是在 化脸道场担任生职人员 对 然后所以就是从这一切就是 经历就会觉得 你会觉得跟性中相处 会比较自在 会比较知道怎么应对他们 对 然后而且你有 已经有学一点基础之后 就可以大概跟他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 对 那你在就是从大专班结束了之后 那现在就是在 花脸道场担任生职人员工作嘛 那常常有机会跟法师一起出去 可能看房子看风水啊 或者是去帮别人助念啊等等的 有没有什么遇到特别的事情 就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嗯就是我们很常就是比如说 就是各个事情都有 比如说你要去帮这个信众看他的公司 或者是你要去看他的住家 然后你就可以从里面发现到很多 原来他们风水真的一看你就知道很不如法 他摆的位置就是不对 你就大概知道说要怎么摆 然后在等法师跟信众说的时候 就可以去印证说自己想的对不对 就可以越来越进步这样子 而且有时候不只是说会去公司或是家里 还会有比如说是看祖坟啊之类的 祖先的一些问题 你就知道哦原来是 这个问题就是蛮严重的 就是知道怎么应对这样子 嗯对 那这些就是像你现在在 花脸道场做生职人员服务的一些事情啊 你觉得跟你读大专班有没有一点 就是在你读大专班之后 也没有对现在的这个神职人员的工作更有帮助 一定有的啊 对啊 因为我其实真正就是有接触意境跟风水 就是认真去学习就从大专班开始的 对 所以你在里面也学了很多基础 对 然后对 就是进了进了之后 就那时候一个月结业了嘛 然后我就会再去读初级班 对 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澎湖读大学 所以就直接在澎湖那边上初级班 对 那上 就是上初级班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比较好 先接 你就觉得跟别的学员就是 哦这些就是其实都已经上过了 就觉得哦这个老师这个我都懂了 已经有一定的基础 对了解了解 那想要再问一下就是 诶你在呃 但就是在大专班的时候学习的时候 你有说过会比较如鱼得水吗 就是因为你小就是 从小就是在到场这个维新生教里面长大的 那除了让你如鱼得水的时候 然后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挫折的时候 诶这个我好像没学过 这个有点困难这样子 有没有这种时候呢 就是你要呃送可能送金的时候吧 送金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点困难 虽然就是很熟悉 但是你还是要就是那个美感 你知道吗 要去很很很很 每天都熬夜 然后熬夜送金 然后你会常都睡着 常都睡着 因为你还要去听那个影 然后那有时候 那个辅导员可能会有点 有点凶 就有点严格 辅导员偏严格这样子 对没有其实他们人都很好 对他们就是把事情做好 很认真在做事情 对 就其实都还蛮幸福的啦 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 好像一个月下来好像有瘦欸 就这样 因为太超老 太超很晚睡 然后又很早起 对 然后早起要带 而且那时候很紧张 你要带大家送金 那时候你们 你们送金是中尊在带吗 我们的 我们比较不一样 我们那个时候是 没有 我们没有自己担任左右为这种事情 没有担任 对对对 所以你们不用练知识吗 我们只要每一天早上很认真 起来一起跟着送金法师 一起送金就可以了 好幸福 因为那时候我是幼围嘛 所以那时候是我要带他们送金 是 就是我要跟着 我要唱他们跟着唱 所以我不能断气 然后我就 可以唱到没有气 对 都越唱越快 然后最后 最后一次是跟远的法师一起松 他当中尊 哇 那是不是压力非常大 压力三大 然后越松越快 越敲越快 然后结束之后法师问我说 你干嘛敲这么快 然后 我就不自觉 就是 越敲越快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因为我快没气 但是又不能带 那时候只有我有麦克风 只有我带他们唱 只有你一个人 你有麦克风 对 只有我带 然后就是他们不用带 那中尊只要念祷告词 然后就是带大家绕就是就好了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紧张 就也不能断气 就所以每天就很吵这样 哇 对 但是我其实我觉得 送经就是 呃 你会就是 有很大的体悟这样子 对 送到有心得了 对 可以就是静下心来做 可能你有时候很浮躁啊 很 就是很焦急 就可能送 送经送 你就觉得 你会把心平静下来 对 然后去来就认真思考事情 对 而且我们补挂之前都要先送经 哦 所以补挂之前都先送 天德经 天德经 对 先送完 所以你们在上课的时候 也有每个人都有补挂过的经验 有啊 就是法师 马上补挂 法师会带我们比如说 你要看 什么时候的天气如何 哦 所以你们那时候也有补天气 法师就带我们补啊 对 我们就跟着补这样子 那有没有印证 就是 天气真的是像所说的那样 比如说那时候可能某一天会下雨 好我们就那一天 真的下雨了 真的 就觉得很准 很准 有印证到 真的有下雨 而且我小时候的时候 就是因为补挂 觉得小时候就很相信很准的事情 所以 爸妈他们这次会补挂嘛 所以小时候不敢做坏事 因为你会觉得说 他们好像都知道我们做什么事情 就是会害怕说 他们都不够说 啊 我们家那个艺文艺人 在做什么事情 嗯 所以小时候做得很乖 所以现在就还是很老实这样子 对 好那 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 因为有很多个法师 算是密集上课的部分嘛 那哪一个法师最让你印象深刻上了什么课程 就是让你说 你现在永远还忘不了的 嗯 谁吗 你要思考一下 还是你都在睡觉 没有 我 我有一个法师 忘记是谁了 就是那时候 但是他教的课程是什么呢 就是 可能是风水 教风水 对可能是风水 可能是 我忘记是原权法师欸 嗯 我也忘记是他 但是就是因为原权法师 他教了什么 让你印象深刻的 他上课就是会 画画图啊 画建筑物还是这样的 对那应该是原权法师 然后就会很安静 然后很安静 然后我又很累 很 就是很累 然后就会不小心 就打瞌睡 然后那时候就有个辅导员 他那时候不是从后面船绿游经过来 他是直接走到我旁边 我坐最旁边 他直接走到旁边 然后这样 这样看我 然后我那时候已经睡到歪头 完全不知道 然后就 这个眼神 好像就 好像眼神在看你 然后 因为老师突然安静嘛 因为他辅导员站在这里 然后老师就看浦导员方向 然后发现 我在睡觉 我觉得那时候很糗 所以你就想 算你到现在还是梦不了 到时候 不小心在他的科大 对 很不好意思 因为那时候画画 真的太安静了 就是他画图很漂亮 这样 然后就是很精细 就是每一个细节都画到 然后就 就很安静 就不小心又睡着了 对 了解了 如果 课程应该算是 圆通法师吧 对啊 对啊 爸爸阿科 对 因为那时候就很得心应手啊 他教我们跳舞 原住民舞蹈 对 你就是从小跳到大 啊 OK 那你然后跳舞的时候 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是 就整个 我觉得很像每个人压力 好像就是那时候释放出来 就是在 上课的时候 有各种不同的压力 对 然后很早起啊 很累啊 比如说练直视啊 干嘛的 然后 上课的时候又 很沉闷 有时候会 就会太 就是 坐着太久 太缺氧 对 然后冷气又吹得很舒服 你知道 正好适合睡觉 对对 所以那时候跳舞 就算是我们一个 很舒压的课程 然后每个人就是很开心 玩得很疯 对 因为你平常不可能会接触到 原住民舞蹈啊 就除非你去到那个地方 然后去 融入那个当地的 风 风俗 民情 就是 所以那时候还会带衣服给大家穿 哇 然后我觉得就是 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 跳舞的快乐 对 所以大家就跟着你一起跳 对 而且那时候还有冰可以吃 咸冰棒 所以请大家吃咸冰棒 对 了解 所以让你特别印象深刻 就是这几件事情 可能还有 还有练晚会吧 对 没有玩会吗 好像我们也有晚会 晚会真的 让人家印象深刻 但是你们晚会有什么特别的 对 我记得我那时候除了要 我这一组的原住民舞蹈之外 我还要跟其他几组的学员一起 带大家跳那个大会舞 哦 大会舞 就是前面有一排长辈 一排法师 然后后面 后面就是可能家长还是什么 知会长之类的 然后你开始 你要带所有的学员 然后一起跳舞 对 所以你要是要负责 带他们全部的人一起跳舞 我跟其他两个学员吧 然后就要拿麦克风一起 一二三十之类的 对 然后你就要吵了那个气氛就这样 哇 很困难吧 对 那时候就 因为很累啊 你要练知识 然后你还要练你自己的舞蹈 带我们那一组舞蹈之外 你还要再练大会舞 哇 对 但是 但是最后晚会应该都是在 就是蛮成功的 就是蛮成功的 对 最后会不会很不舍 很开心 然后到后面会有 我们会拿 蜡烛 我们会有一个 类似新灯 对 类似感恩的 开始在那边新的告白 感恩的一个桥段 对 那时候就蛮感动的啊 那你有哭吗 我好像有吧 我很爱哭欸 很感动就对了 然后很感谢这个月 对 就很感谢这个 虽然你觉得很辛苦 然后很糟情很累 但是 你其实收获都很大 就是你不会觉得说 好像这个月白来了 哦 你就觉得我这个月过得很充实 然后 很 就是收获很多 对 然后就觉得很感动 这样子 就舍不得 竟然大家分开了 对 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 很好的友谊 这样子 交到很多好朋友 那你后来有继续 跟这些好朋友继续联络吗 就是继续延续这份友谊下去 当然啦 有再继续联络就好 对啊 嗯 一定要的哦 好 那非常谢谢今天 逸文跟我们分享的 大专青年的生活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青年一点通 就好了 好 好